2015岁末全新震撼弹 继鬼登奖后 全新赛制 不说迷离的蒙面人 即将引爆你的恐惧和猜疑心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蒙面鬼王雷台赛 欢迎收看来自新日市 我是童汤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蒙面鬼王雷台赛了 马上给各位介绍了两位评审 第一位当然是我们的鬼后 马思丽小姐 第二位神秘的 她是我们的新评审 到底是谁呢 请看 相信没有人认出得了我是谁 知道 我知道 认不出来吧 那你是谁 我是威廉神 OK 好的 我跟你讲 今天威廉神来 你们好好讲 她可是不留情面 我告诉你 当然我们的孔雀已经未免两个人 讲得非常好 实力非常坚强 今天当然又来了三位 所谓的蒙面人来挑战 到底能不能今天看到 我们孔雀的如山真面目呢 不要动 来 马上进行雷台赛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第一位 虎霸王 虎面人 欢迎 平常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屁 平常若做亏心事 鬼就住在你对门 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 是是是 是前阵子我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 某医院的副院长 跟我讲一个真人真是一个 亲身警力 他们在念医学院的时候 他有个同学 他非常铁齿 他们学医的他的课程 就是要去解剖 所以 他们最后 一个必修的课程 就是必须 到太平间 帮尸体 盖背 但 还没进去之前 这个同学又听说 曾经有同学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连滚带爬 爬出太平间 但是对不起 这个同学都觉得这个事情是无稽之谈 没关系 你们不敢去 我第一个去 好 当天一点多 他就独自 进入那个太平间 当这个同学走进去的时候 心里在梦 你们都已经死了 赶快投胎吧 不要在那边 说教授说你们会踢背着 我才不信 所以这个同学就默默走到 他办公桌 在值班桌那边 一边看他的电脑 一边看他的书 打发时间 突然间 他的余光 看到其中一具尸体 他盖的白布缓缓的就 掉到地上 那一位铁纸同学瞥了一眼 就走过去 一看 这没什么嘛 冷气太强嘛 热空气跟冷空气对流嘛 所以才会把布 把它吹到地上 他就把这个布 再把它盖回去 当回头的时候 另外一具尸体突然 啵 抖了一下 就把 原本盖的那个白布 把它翻开来 这位铁纸同学过去的时候 这也没什么嘛 热胀冷缩的道理 所以尸体一定会抽筋 所以不宜有他 就把白布也盖回去 又再度回到他的值班的那个桌子 在一边看搜的时候 突然间 在很远的地方传来电话的声音 那个电话声非常地刺耳 因为那个空间太安静 因为非常有点距离 他要小跑步过去 就把电话声电话拿起来 喂 结果对方电话 就挂起来 可能是太晚间 没关系 当电话筒挂回去的时候 一转身 他看见所有的尸体 都把被子踢开 他就觉得很烦 就依依 这边盖 这边也踢 这边盖白布 这边也踢 这边也盖白布 盖完白布之后 他觉得他太累 所以他就决心 决定不管这些尸体 他要睡一下 当他趴下去睡的时候 电话声又响 他又跑过去 又把他拿起来 喂 又没有声音 他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没关系 他决定把电话 干脆不挂回去 放在旁边 挂在旁边 反正 我睡觉了 你们怎么听明白 那不关我的事 电话声也不会响 我安心地睡觉 就开始睡觉 在睡觉的时候 他 仿佛听到 太平街里面 有人在说话 而且不是一个人 是很多人在聊天 但是突然听到 一声非常清楚的 就是一个老阿伯 他讲了一句 非常清楚的一句话 我很痛 这个声音听完之后 这个同学就突然 慌慌地醒了 他想看一下手表 到底现在几点 抬手一抬 他的手表不见 奇怪 这个停时间全部都是死人 为什么手表会不见呢 他就不信邪 是不是刚才在帮他们 盖被子的时候 动作太大 整个表不见 他就一直在那边 循着他原来的方向 去找那个手表 是不是掉在大体的身边 还怎么样 完全找不到他的手表 就在很纳闷的时候 他看到角落 有一具尸体 从头到尾 他是不踢被子的 但是这一具尸体 他呈现的睡觉的方式很奇怪 他是整个缩起来的 他就把他的白色布拉开 缓缓地帮那个尸体把他脚放直 去把他的手摊开 当手摊开的时候 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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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东西从那具尸体的手中掉出来 就是他的手表 他这时候 心里非常的忙 从头到尾我没有动过这具尸体 怎么会我的手表在他手上 他转头要走的时候 这时候电话声又响了 电话声响 他要去接的时候 不对啊 刚才我已经把话筒拿起来 怎么会有电话声呢 他刚转身的时候 不夸张 他把所有太平的尸体 全部的脸 全部朝向他 他看了那个景象 二话不说 拔腿就跑上去 隔天 教授就到了 很多同学 比较不会害怕 下来太平间 第一的动作就把电话挂好 就一一的指挥所有同学 把所谓的棉被 被子把它盖上去 要跟人家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慢慢盖 慢慢盖 盖完之后 在过程当中 突然 电话声来了 教授也去把电话接起来 是 有 我处理好了 所有的尸体都没有事 OK 挂掉的时候 突然看见 跟那个铁纸的同学 脸色发白 大家问到为什么 他说昨天的电话声 是非常刺烈的 不像 现在这么平顺 而且 那一句 我做烈的 是不是也跟那个电话声有关系 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这通电话 可能是那个阿伯 好 第一位是古霸王 古霸王 我跟你说 你这个开场 如果是我会以为是 这个三十年前的节目 对 平常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屁 平常若做亏心事 鬼就住在你对门 我觉得你今天这故事讲的 真的非常的好 为什么 其实一开始你说 鬼就住在你的对门 我就会很有感觉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的语气 跟你的讲话的节奏 很容易把人家带进这个故事当中 然后在人家已经很专注的时候 你又会适时地去吓别人 我觉得你把气氛掌握得非常好 后面的不难 吓他不难 吓他不难 真的吗 这个古霸王先生看得出来 一坐上去有点紧张 那个语调有点在颤抖 那老实讲 就是你很多那个潜质用具的文法 也出了大问题 常常... 比方说明明是拿电话筒 你就说拿起电话声 你以为人家没听到 我听到了 他就跑过去 就把电话声... 电话声 电话声 电话拿起来 喂 然后什么叫做 非常有点距离 这是哪一国的文法 太可怖了 就距离很远嘛 现在好像连好 非常又有点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太早就把高潮端上来 鬼故事一开始可能 就是稍微有点影子 他就好害怕 灯光一亮他就会很害怕 他一开始见面不了多久 那个什么 那个踢被子 然後大家就跟着一起踢被子 到这里已经变 就是有点卡通 当然我这个人比较GY啦 就是 基本哽起来讲你真的是不错 只是说我希望你更好 对... 对 结婚不要以为 我是故意找你麻烦 你是等下怕人家在门口阻音的 你不要给他骂完 后面在那边讲这个 好 谢谢第一位 第二位白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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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呢 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真人真事 而且是发生在二十几年前 我的一个好朋友 女的好朋友身上 她记得她跟我说 她大概是小学要升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她奶奶突然间就是 好像是肾结石 那因为年纪大了 就很多的病发症 瞬间的就说病危 然后送进了家户病房 那因为 从小她是奶奶代大的 那加上爸爸妈妈都要工作 所以我的朋友呢 她就负责 跟她哥哥两个 就负责轮流到医院裡面 去照顾她的奶奶 她睡在医院外面的那个铁椅 这样子一格一格一格 中间有缝的那个铁椅外面 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 她就发现 每到凌晨两点 她就会听到 每到清晨两点 会听到什么恐怖的声响 稍后告诉你 这 这天第五天的时候 他就发现 每到凌晨两点 他就会听到 听得到吗 铁链的声音 可能比我这个还要大声 铁链 拖在地上的声音 每次他听到这个铁链的声音 就会马上听到医院的广播 某某某某某某某病患的家属 请快点到病床来 病房来 然后没多久 他就会听到或是看到 那些家属哭哭啼啼地离开 或者是说 差一点点就被带走 可是几乎九成九 只要被广播的那一个病患 都回不来了 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 又来了 他睡着睡着 他躺在铁椅上面 突然间他听到那个铁链声 非常的大声 非常的大声就从他的耳朵旁边 好像就在他旁边这样子 拖过去 他就在这个缝 两个缝 椅子的缝中间这样子睁开眼睛 微微一看 真的一条好粗的铁链在地上 他就把棉被这样子轻轻地掀开来 顺着铁链这样看上去 他吓了一跳 他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身材这么高大 这么壮 然后穿着不是现代服 也不是古代服 全身都是白的 的一个男人的身影 然后带着铁链就这样拖拖拖 而且这次 这个男的的方向 一直往他奶奶的病房去 突然间他就听到 广播响了 某某某某某某的家属 刚好是他奶奶的名字 赶快到病房来 他这个时候他说他吓得腿软了 他根本站不起来 可是他听到是自己奶奶 他知道完蛋了 完蛋了 奶奶要被带走了 他就很害怕的 就三步病两步的这样 不要不要 救命啊 不要带我奶奶走 我没搞好 罵错好罩 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 就这样爬 他就这样爬到我的病床 爬上来之后 一站他吓一跳 因为他发现 病房里面都好好的 奶奶反而变得气色非常红润 非常的好 故事就出来跟他讲说 你奶奶觉得今天人非常的舒服 然后突然间一直吵说 要喝一点温温热热 然后有点咸咸的汤 那你有没有办法 联络你爸爸妈妈送来 或是你自己去买 他想了想 爸爸妈妈应该还在睡觉 好吧 那他就自己去买 结果一买回来 到了家户病房的时候 他哥哥来了 他大哥来了 说阿妹啊 阿嬷总控怎么样 他就说 刚刚阿嬷怎么样 就大概把阿嬷突然间 病情转好了的一个过程 然后想要喝热汤 喝咸咸的 喝热热的 跟哥哥讲 然后哥哥就很高兴 说不然我们到底来看 他们就一起进去看阿嬷 一到了病房的时候 他走走走 看到奇怪 怎么阿嬷的家户病房旁边 怎么站在那一个老太太 就一直转圈圈 一直站在房边 转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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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得很奇怪 家户病房 怎么会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也不是穿护士服 也不是医生 就站在那 一直转圈圈 一个老太太 他就跑去护理站 去找那个护士 然后护士姐爷 护士姐姐 我刚刚在那个 我奶奶的家户病房 看到有一个老太太 在那边一直转圈圈 一直转圈圈 那个人是谁啊 怎么会 他可以进到 家户病房里面 站在我阿嬷旁边 那护士说 没有啊 里面就只有你阿嬷跟护士 没有别人啊 有啊 我刚刚 他就把所有的过程都告诉他 他就说真的没有啊 他说有 我刚刚就真的看 看到那个在转圈圈的老太太 手上就有一个名牌写 成招地 结果那个护士 吓一跳 整个脸发白 就在那边傻了 看着他 护士正要解释的时候 突然间 加护病房里面的护士 就跑出来了 就说快快快 护医生 那个病房里面的病患 有状况 他一看 是他阿嬷的房间 阿嬷的病房 全部人进去急救 他突然间又听到 铁链声 拖 拖 这个时候他不只是听到 他就跟阿哥哥说 哥 他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说他亲眼 他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看到在医院的走道上 圆圆的就看到 他上次看到的那个拉铁链 穿得不像古装 也不像现代装 很高大那个铁链男 他说他长大才知道 那个叫做勾魂使者 后面跟着的一个太太的身影 百分之百肯定 他说 那就是我的阿嬷 我组织案就是她最好大 我肯定那个就是我的阿嬷 他说他眼泪一直掉一直掉 每多久 医生 护士全都出来 就宣告 奶奶真的就走了 那天之后 护士也老实跟他说 其实我相信你看得到 因为你一直告诉我 那一个阿嬷的名字 程XX 他就是在你阿嬷 住这个病床之前 往生的一个老太太 对 等于是 应该是有个交替的作用吧 一般来讲 动以后就不要再假话 好 多多多谢谢 平安 大家好 你讲故事后动作很大 手势很多 其实加强你很多很多的 就在表演上很强 谢谢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必要告诉你了 真的吗 你一直在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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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听不到吗 你直接讲就 听到很强烈的铁链声 就好 你听到吗 叮叮叮 听到吗 你到凌晨2点 他就会听到 听得到吗 铁链的声音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讲 它的点都蛮小的 那你又要把它讲得很生动 可能你就需要有很多的辅助 但是你辅助比如说铁链声 你这个辅助是非常失败的一个辅助 因为你已经讲到铁链 我们就想笑 所以你听到每天都很安静 我在想说是不是你的面具 限制了你说话的嘴型 所以你的声音好像是 嘴巴不打开的状况之下说的 所以你整个故事音调 就变得非常的平 再加上这故事 它又没有那么多的曲折 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恐怖 不知道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吗 就是嘴巴舍不得打开的吗 有很多人都说 有很多人都说 真的吗 要不然你其实还看到你 我又扣拍了 好 我很努力再开放 有...我不觉得太棒了 好 来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人家讲鬼故事 一开始就要强调说 这是真人真事 那你一直强调真人真事 那你是在影射虎霸王家 都是假人家座 太厉害了 那我猜喔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猜你应该是个演员 因为你很多肢体呢 都还蛮演员的feu 对 包括你会说 阿嬷不要不要 你不要请我阿嬷抓走 那个跪下来 那个肢体的动作 是蛮OK的 三步并两步的这样 不要不要 救命啊 不要带我奶奶走 我妹高妈妈抓走 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 就这样爬爬 可是话又说回来喔 是讲故事讲到必须要 那么大的肢体动作 来辅助的时候呢 通常也是 就是很可能你对自己 用言语的形容呢 不够那么有自信心 真的 所以用肢体呢 來cover掉你内心的惶恐这样 那是 那这个祝福你喔 那就走回去 千万不要跌倒 谢谢 接下来 四面魔神 这个故事呢 是关于我堂妹 我堂妹在国中的时候呢 生病去医院 她生病去医院的时候 在那个当下 老师听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声音 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好像觉得旁边有人在 就讲一些小的悄悄话 什么之类的 等到渐渐长大的时候 她才发现到说 原来她身体的体质 是可以看到东西 跟听到东西的 所以她非常反对去医院 所以她每天只要一生病呢 就去看中医 她去看中医 可是没想到前两年 刚好我们有一个长辈过世 不是过世 对不起 我错过 刚好我们有一个长辈 得了癌症 病危当中就是快要那个 那 那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呢 就要轮流去探访她 照顾她 因为轮流 因为大家就是比较忙 刚好就轮到我的堂妹 因为她对那个医院 那个感觉非常的反感 那我就说 好 没关系 那我陪你去好了 所以我们就去了医院 我们那个长辈呢 是住在七楼 我们进了店店之后呢 还没有到七楼 忽然到了三楼 我旁边就忽然把门打开了 她就说 艾哥 我们不要待在这里 我们就走楼梯好了 我说 发生什么事情 她也不讲 就直接抓我的手 我们就直接走楼梯 走上七楼 七楼我们看长辈 就是探访她了一下 探完之后呢 我们想说 我们就到人多的地方 像是咖啡厅去坐下来 喝杯咖啡看怎么样 于是我在趁这样子的机会 我就问她说 刚刚停在三楼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直接上去 你就直接停伤的楼梯上去这样子 她就这样互相看向周围说 哥 我跟你讲 因为我在店店里面 可是我觉得她好像在找我 我不知道怎么搞 我一直不敢面对她 所以我仅仅能抓着你 不敢跟你讲说 我们直接把她 从楼梯走上去好 她就从此再也不想再去医院 可是当下过了几天之后 我旁边一家也就发生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她的爸爸去洗澡的时候 就滑倒 滑倒撞到了头 后来去缝儿三针 去医院缝儿三针 那她妈妈吃了火锅呢 就烫到手 也是去医院去做一些治疗 而且她的弟弟呢 忽然骑机车的时候呢 不小心 就是跌倒 滑到那个地面上 痛死了 那个皮整个一条肉刮了下来 那她要去医院治疗 可是刚刚好她爸爸跟她妈妈 去医院治疗 那个医院就是 我们那个长辈住的那个医院 所以她就不想要去 也不闻不问的 那当然家里面都知道 她身体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也不想要说 沒關係 你就待在家里面 可是就是听到周围的一些 邻居伯伯们就是讲说 怎么会那么不孝呢 父母就是受伤了 你就不会陪他们去医院吗 那弟弟说 你就不会关心一下 可是他妹就说 好啊 就没办法去带弟弟去医院 去做治疗 治疗好了 皮也就是缝好 缝好出来 走到我公子之后 一台车忽然过来撞了他 他飞到那个 风波里那边 一个脑子全部破掉 就摔那边 碰 跌下来的时候脑震荡 而且前面 这边全部都是浴槿 昏迷当中 就趕快把他抬到 抬到那个医院里面 让他住院观察 刚好他住的是四人的病房 一二三四 那他就 也不知道醒来是坐在医院 他看到这个医院 就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觉得说 没关系 不要想太多 忽然他听到一个 很奇怪的声音 就好像是 有人要上厕所就是 往他前面这样前进 前面他说 怎么办 然后就往那个 第三边那个窗帘 一看就觉得 怎么那个人的 他影子是长头发的 而且不是那个病人 就那个长头发是 感觉到非常奇怪 而且他又是红色衣服 就是那个衣服是长的 就可以看到底下 那个窗帘下面就是 怎么是红色 他也不敢看 他一直在那边 颤抖 颤抖 颤抖说不会 可是那个声音 呼吸越来越近 在他的耳朵之边 他说 不会这样 他就 声音忽然没有了 他的眼睛就是往这边窗帘一看 没有 就是 怎么会没有东西呢 比如说他 深呼吸一下 最后再往这边看的时候 你怎么会 脸在这边 可是他看不到他的眼珠 他眼珠是空白的 他就这样子瞪着他 他就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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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一直闭着... 快 那个... 他感觉到那个红色衣服 长头发的女生笑 一直在吻他 他今天在他耳边听他讲说 就在他耳朵说我要找到了 他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全身紧繃了 就好像东西在压着他的头上 不敢动 什么都不敢动 纏着他就说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喊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 忽然就... 忽然就在他喊的那个当中 就有一个 上到床的病人 直接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拿他的佛珠摘下 碰在他的手上面 他才开始镇定一下 就... 就忽然就是没有再动了 就... 瞬间的松一口气 隔天他醒来 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回事 只是觉得说 怎么身体好像是被抓的感觉 就是... 就是很痛的感觉 身体就是无法... 无法... 无法动的就是怎么搞的 都是一些瘀青 出院想要请老师说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于是把那个老师就开始就是 帮他去算一下 他才跟他讲说 你前世其实是 一个很有钱的官员 那你因为看到 旁边有个很可怜的女生 因为要卖身丈夫 你就把他买走了 买走了之后 你一旦没有给他钱 你反而... 还把他... 好可怜 之后 就把他杀死了 杀死了之后 那女的非常... 他怕这个女生会报仇 于是他把他的两个眼睛 给挖出来 把那两个眼睛挖出来之后呢 他直接把那女生 他直接随便的... 随便给他埋起来 就丢到一个土地 就把他埋起来了 可是那埋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脏下的医院 所以他才一直在等待就是 要让他进医院 赤面魔神是吧 是 不是 這跟重新有什么关系 然後你一开始讲说 那个后来长辈 就快要那个了 快要哪个啊 不是 因为他整个癌症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好 被车撞 撞到那个挡风玻璃那边 哪边 挡风玻璃在哪边 挡风玻璃上面嘛 对 挡风玻璃那上面 好不好 还有那个什么 他就非常反对去医院 为什么反对呢 就是不喜欢去医院嘛 反对 要不要去医院 我反对 什么东西 我贊成 所以他非常反对去医院 反对去医院 反对去医院 所以他每天只要一生病呢 就去看中医 但是你刚刚那个什么 我查到你那怪生不错 可是为什么那怪生完了 就有一段 短暂的时间就疯掉了 怎么样 就去医院 我去医院 高潮... 好 沒關係... 但是我觉得还是讲得很好 谢谢... 很棒... 好 我给你的这个故事呢 我只有四个字送给你 叫 为什么 他下完结果变得很好笑了 对 你从吓完我以后 你会不会故事在讲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可以重讲一次吗 可以我下完一支我就回来了 而且你那时候非常激动 加上你很激动的时候 你的表达就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更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我们只能一直觉得 你很好笑 就是常常会有词不答应的状况 像你一开始讲说阿嬤过世 不是...她是得癌症 她过世不得癌症 差那么远 你也能搞错 刚好我们有一个长辈过世 不是过世 抱歉有错 刚好我们有个长辈得了癌症 那讲鬼故事很忌讳 讲错了又要改 因为那个feel就不见了 就是本来入戏了 结果就出戏了 然后呢 那个 后面就开始充斥一些老梗 因为我刚笑是笑在说 什么卖身丈夫 不是 这个是好像在细说台湾里面 他有的剧情 不是卖身丈夫 然后又被... 不是 因为他... 这感觉就很老梗 然后呢 前世 然后因为你的描述方式 你这个表达方法 你有点是陷入自我的世界当中 你有时候在murmur 有自己在那边演 然后就自己这样弄起來 可是你的肢体呢 又松不出了喜感 也就是说你天生 就是不适合讲鬼故事的 因为...因为你太具有喜感了 好了 恐怖了 欢迎孔雀 未免遮 我今天要带来这个故事呢 其实... 这个男主角 本来非常不愿意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他从以前一直都没有很相信 这种东西 直到他真的遇到了 就是这个男生是一个健身教练 所以他长期以来都有所谓的运动伤害 然后他那一阵子很严重 甚至连走都已经走不好 所以他就准备去开刀 找名医 刚好他的女朋友呢 是小护士 就是刚毕业 他想说一石二鸟 名医帮我开刀 然后呢 我又住在医院 让我女朋友照顾 这是每一个男生的梦想 然后他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就是要准备明天早上开刀 他进去的时候就是半夜了 也没事做 很无聊 他就睡下去了 睡到一半 他就听到他女朋友的声音说 怎么了 然后他女朋友就走进来 他说 什么怎么了 然后女朋友就说 你刚刚按护士林啊 他说 我没有喔 我刚刚在睡觉 就这样来回了三四次 都是他睡到一半 然后被护士叫起来说 有人按护士林 是他这一床的 那弄着弄着 睡意也就全消了嘛 睡不着了 他就想说 好 那不然看个电视好了 他就伸手要去拿遥控器 一拿 不小心掉在地上 他就觉得 煩 又要按 这下真的要按护士林了 才刚想 他的女朋友又出现在房门口说 又怎样 你不要整个晚上一直按护士林 明明就没有事情 一直找我进来 他也懒得解释了 他就转过去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遥控器掉了 你可以帮我剪一下吗 然后女朋友就一直碎碎念说 你很煩耶 你知不知道我们护士很多事情要做 要什么... 然后一直念... 蹲下来 瞬间没声音 就跟他女朋友 马上站起来 然后脸惨白 然后遥控器也不剪了 就跟他讲说 明天开刀 然后就爪出去了 看完床底 态度大变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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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遥控器也不剪了 就跟他讲说 你睡觉 不要吵 好 明天开刀 然后就走出去了 他也没想多少 就睡觉 然后这时候要讲一下 跟他住同一个房间的 是双人病房 另外一个房 是一个小男孩 他因为胃溃疡 然后要来住医院 他要开刀的那天早上 他醒来 醒来之后 就突然感觉脸白白的 他就心想 什么东西 结果是一张卫生纸盖在他脸上 他就很生气 然后弟弟就把卫生纸拍掉 就说 弟弟 是不是你放的 然后弟弟就 呵呵呵 然后他就想说 你可恶 他说你弟弟 你怎么可以把卫生纸 放在人家脸上 你知道这是医院 多不吉利啊 你揍我死吗 然后弟弟就哭了 就说没有啊 不是我啊 明明就是你阿嬷放的 阿嬷 什么阿嬷 然后弟弟就说 昨天晚上就看到有一个阿嬷 阿嬷站在他的病床旁边 然后弯着腰 脸贴得很近 看着他 所以他就是 弟弟就一口咬定说 明明就是你阿嬷放的 一定是你阿嬷放的 然后我那男生朋友 就开始有点紧张 但是也不能想太多 因为他要去开刀了 他又进去开刀 开刀出来的时候 弟弟已经出院了 然后就只剩他一个人 在那个房间里面 他就在房间里面 开始好不容易开完刀 然后没想到当天 就开始发烧 然后就是越烧越严重 然后医生也来看说 不可能啊 你开的是脚的刀 怎么会导致你发烧呢 然后他就昏昏沉沉 每天就在床上 这样子昏沉 然后烧得很重 然后每天晚上 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就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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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你起来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他的脸上就是一张卫生纸 然后他还被搞到很毛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医院烂爆了 他就跑去找护士 然后就跟他女朋友说 你们这家医院烂爆 我要掉监视器 然后掉了监视器了 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进过他那间房间 从头到尾都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就每天状况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烧越来越重 就算打点滴都好不了那种 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烧到 快要疯掉那种 然后意识是半清醒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然后他才刚想到 怎么又有卫生纸的时候 他感觉到 隔着那张卫生纸的脸 贴得非常非常近 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然后他心里一毛 想说有人 然后才这一瞬间 就突然有人抓住他的肩膀 然后咬出起来 起来 起来 去死 去死 然后他整个人瞎到动弹不得 然后一个大男人 就大声地叫了出来 他就在床上惨叫 然后护士全部跑进来说 犯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他就从床上 也不管他的脚已经开了刀 他就弹起来 弹到他女朋友旁边说 刚刚有人要杀我 刚刚真的有人要杀我 他上次想要掐死我 然后叫我起来 我就已经很痛苦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在我脸上摆白布 然后什么 他就崩溃了 然后就跟他女朋友说 我要换房间 我受不了了 然后女朋友就说 然后就一查 发现是那个全部住满了人 他最多只能把他调到 弟弟的床上 他心里想说 至少换一张床 然后他就换去那张床上 然后这时候呢 另外一个病床 就来了一个老伯伯 就是被推进来 然后他就睡觉 然后睡...睡到一半 他又听到 起来... 然后可是他想说 可是这声音 不在我这里 在隔壁 然后呢 他就慢慢地半张开眼睛 头慢慢地转过去 然后看了一眼 那个老伯伯的脸上 被放了一张卫生纸 然后旁边站了一个老奶奶 弯腰撕叮着 那个老伯伯的脸 然后一直叫他说 起来...去死... 起来...去死... 去死... 然后他整个人吓到 快要冻毁掉 然后就又想上厕所 然后又很痛苦 然后就整个人 撅在那边很害怕... 很害怕... 突然紧急领响了 就... 所有医生护士全部冲进来 开始抢救老伯伯 就老伯伯情况就不好 然后就在抢救他 这时候他就整个人爬起来 往他那个护士女朋友的休息室 冲过去 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我马上要办出院 然后大家也拦不了他 他就办出院 办出院之后呢 他在家里 发烧躺了一个礼拜 完全起不来 然后之后还带去庙里面拜拜 然后那个师姐是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喔 不是你有问题 也不是你开刀的脚有问题 那张床有问题 你回去问问看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好了一点之后 他就打电话 问他的那个女朋友说 那张床后来到底怎么了 他女朋友就说 出大事了 就是自从你离开 你不是离开了一个礼拜吗 那张床上面 总共死了三个人 就是一进来 然后本来状况都好好的 就发烧 然后之后就走 只是后面来的那三个 都是年纪有点长 身体比较不好的人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护士长 老护士 度假完回到医院 看了这个医疗记录 就转过去问那个小护士说 你们啊 两个礼拜前在上面 在这张床上面过世的 那个老太太 有点半瞎的那一个 你们有没有在她离开之后 翻过床 然后护士就说 为什么要翻床 为什么要翻床 医院没有规定啊 不就整理好 然后让下一个人 可以入住就好了嘛 然后那个老护士就说 其实有些东西 医院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禁忌就是禁忌 原来他们那个护理界 有一个传说 对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 如果一个人死在那张床上 因为通常都是久病嘛 很常住在那边 长时间 他认为那就是他的床 如果你在他死了之后 不把床翻面 告诉他说 这已经不是你的床了 奶奶 你不要在这里了 那么他就会认为 是你占据他的床 你要给我起来 不然就去死 所以呢 这次的经验就是 如果你下次有住到院 千万要搞清楚 你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然可能就是你 从此沉睡不清 太好了 在这个第三次的比赛中 你已经晋升了 台风稳健 讲故事的时候自然不做作 而且整个故事 让我们感觉平易近人 仿佛就是在 现在发生在我们四周一样 太好了 其实真的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 跟前面两位比起来 你的故事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是整个的节奏都很清楚 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也让人家 很容易把人家带入这个 故事当中 而且不脱戏 对 不脱戏 在寓教于乐 就是听鬼故事呢 还让我们得到一个 有用的讯息 你今天不讲 我还真不知道说要翻除 那以后我记得我会翻床 在哪里翻 这位孔雀小姐她的... 嚴格的评审沈玉玲 会给孔雀什么样的评价呢 那以后我记得我会翻床 是吗 在哪里翻 这位孔雀小姐她的语调很丰富 你最可贵的 因为我不曉得你长得怎么样 还好 你拥有一副很好的嗓音 就是你的声音表情非常丰富 讲故事的时候 威威道来引人入胜 可是讲到激动处 起来...去死... 去死 那感觉好像是 我真的要去死一样 感染力渲染力非常之强大 然后她心里一毛 想说有人 然后才这一瞬间 就突然有人抓住她的肩膀 然后咬出 起来...去死... 所以我给孔雀小姐 非常高度比较 好 来... 来... 来 请回报 我们计价分数... 究竟是哪位参赛者会胜出 孔雀是否能再度 蝉联衛眠者宝座呢 马上回到现场来看看 OK 来... 来... 第二个路看 来 我们从第四名报 应该是众望所归的那一种 第四名 总分 三十分得到二十二分 誰二 赤面魔神 不要这样啊 我怎么得... 我怎么得到一名 我知道你前面 夾下来了啦 会不会你一见面变JUMI 你是二面一八六五喔 我是二面一八六五 第三名 总分三十分 得分二十二点五 白鸟 栗子 Oh come on 好漂亮 好 第一名跟第二名 分数有非常大的差异 真的有差异嗎 第二名是二十三点五分 第一名是二十六点五分 那我们恭喜第一名 再度是孔雀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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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入到厉害了 康哥是太厉害了 真的二年 好像联考 康哥 我們這個第一名 就是不见面嘛 會不會這個活動辦了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大概是... 那是誰 二人 你知道嗎 都要來嗎 還在講故事在抱小孩 小孩也戴面具 沒辦法 小孩都生了 神經病了 好了 今天 恭喜孔雀 歡迎 恭喜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